你好我是加尼 今天的主題是誤判加一小禮飛刀爆棄 影片中所有的數據截至20202月8號 我們先了解一下通貞的狀況 通貞目前在拼西區前8名 2月8號西區第8名的灰熊隊時候比賽的 中場107比119敗給七輪隊 比賽結束之後灰熊戰績為26勝26敗 同天通貞也有出賽 對手是爵士隊 但比賽的時間是比較晚開打的 而在賽前通貞的戰績為24勝28敗 簡單的說如果可以贏爵士隊 通貞的戰績會變成25勝28敗 這也會讓他們離西區第8名的灰熊隊更近 我們快速帶過這場比賽 實際上比賽在第2節10分鐘的時候 場上就出現狀況了 Travel Alisa再一次切入卻沒有得到哨音之後就爆氣了 而且他抱怨的動作非常大 連續被吹兩個踢之後就被趕出場了 Travel Alisa的離場對通貞的影響很大 因為他是風線上非常重要的防守球員 三節結束通貞的89比88領先1分 第四節主場作戰的爵士隊順利超前的比數 3分03秒爵士109比102領先通貞者7分 但比賽最後是12秒 小裂飛到連得5分 其中包括一顆高難度的三分球 這一球在今天的裁判報告中 揪硬狗子是有犯規的 但當下沒有哨音 好回到場上雙方140比114平手 這時爵士隊的密球切入得到2分 爵士116比114領先通貞者2分 時間剩下19秒 通貞者喊暫停 通貞者教練的戰術相當簡單 場上空間拉開讓小裂飛到做單打 這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安排 因為他最近狀況相當好 小裂飛到直接切入撞進區選擇拿2分 先追平比數 實際上他做到了 但狀況發生了 他上籃的時候球已經先插板了 不過後來被Rudy Gobert撥掉了 而裁判這時候並沒有哨音 這球很明顯就是妨礙中籃 因為球已經先碰籃板了 所以這個球100%是妨礙中籃 這時小裂飛到對於裁判沒有哨音 當然是相當不滿的 我們注意看他的動作 他一直在比一個請裁判看回放畫面的動作 可是裁判沒有理會 接下來爵士2發中1 而突貌者最後一次3分球出手沒進 決是117比114拿下勝利 賽後小裂飛到直接開罵 他表示我們是一隻季佬賽的球隊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判決 但這些裁判把我們整個晚上的辛苦都搞砸了 他甚至直接表示 不管聯盟要罰他多少錢他都沒差 他很有錢 我們都知道如果球員對聯盟或裁判說了一些不尊重的話 聯盟是會罰錢的 但很明顯小裂飛到真的爆氣了 而他說的也是事實 年薪超過3000萬以上的他根本不在乎幾萬塊的罰款 現階段對於他來說 只想把心中不滿的情緒發洩出來 我們回到場上如果這兩分算的話 當時雙方116比116平手勝負還很難說 我們要說的並不是最後贏家一定是拖荒者 不是這樣 畢竟爵士還有最後一集的機會 甚至雙方有可能打進延長賽 但這兩分不算的時候 拖荒者完全是被動的那一方 這一點是事實 而一開始我們有提過拖荒者目前在拼8強 這場比賽對於他們來說很重要 因為誤判而導致球隊輸球 這也讓他們的戰績變成24勝29敗 一來一往之間差非常多 很多球迷會問為什麼拖荒者不挑戰 因為妨礙重燃是可以挑戰的 我們來看NBA挑戰的規則 教練可以挑戰的有三個項目 第一是個人犯規 第二是球犬 第三就是有沒有妨礙重燃 可是第四節或OT的最後兩分鐘 教練只能挑戰球員犯規的部分 球犬的問題跟妨礙重燃是不能挑戰的 重複說一次 第四節跟延長賽的最後兩分鐘 教練只能挑戰球員犯規的部分 球犬的問題跟妨礙重燃是不能挑戰的 而小李飛刀那一球發生在第四節最後10秒鐘 所以教練就算還有暫停跟挑戰的權力 他也不能挑戰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看到 小李飛刀一直比請裁判看回放動作的原因 因為比賽最後兩分鐘 球隊是不能挑戰的 塞右裁判也解釋他們 之所以沒有看回放的原因 他們表示這一球 因為沒有吹妨礙重燃 也就是沒有響哨 所以他們在當下 不能看這個回合的回放 聽完裁判的解釋之後 我相信各位的心情 一定會如同小李飛刀所說的一樣 我根本不想聽他們說的任何解釋 開個玩笑說是在哈嘍 因為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判決 不是嗎? 誤判在NBA非常多 這不會是第一個誤判 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直白的說如果 投降者戰績好到 一定可以進季後賽 或根本沒有機會進季後賽 那這個誤判的影響 就不算大 但目前 投降者是在拼8強的球隊 第1賽大約剩下30場比賽左右 換句話說 每場比賽都相當重要 不客氣的說 如果到季摩跟第8名的勝率只差一場而打不進季後賽 這是一件相當嚴重的事 我自己的看法 小李飛刀真正爆氣的點 絕對是因為他是上籃的球員 所以他一定知道球有沒有先碰到籃板 而當他去請裁判看回放的時候裁判沒有任何動作 等到賽後才承認是誤判 因為某些原因所以不能看回放 而我們都知道那球應該要算等等 對套一句小李飛刀在社群網站上所說的話 這一切都是批判 經過這一次的事件之後 聯盟在比賽最後兩分鐘的配套措施可能要多一點 這樣才可以保證類似的事件不會再發生 我們並不是要說聯盟以後就不會再出現誤判 不是這樣 而是這種非常簡單的判決 當裁判都不能維護球員球隊權益的時候 就該是聯盟要檢討的時候了 好以上就是這節內容 希望今天影片你們會喜歡 今天影片這邊結束了 記得大家喜歡跟分享這部影片 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給我一個事實 鼓勵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我是Johnny 我們下次見 掰掰唷 字幕提來 不要緊 不許